筒子要洗衣服我会很丢脸 我这种有钱人怎么可以拿衣服去洗呢 但是他这么自在跟我回答 跟我输 然后就走了 我就在那边坐一下午了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就 那个时候我还看到我的故意和尚的出来 法政老法师 法政老法师是我 这一辈子第一次认识的法师 跟他讲话的法师 他后来活到106岁 无病而中 我之所以吃素是从他那边来的 我之所以喜欢放生 也跟他有关系 那我那时候就看到法政老法师 他大概五岁睡饱了 他就到一个房间 开始桌子打开 开始抄 他那时候喜欢抄妙法莲花经 然后我就 我就故意走过去 去看 因为我现在会合掌了 我就跟他看 那法师字写得很庄严 后来他跟我讲话 年轻人 你哪里来的 就跟我聊天 但是奇怪 他讲的话 别人听不懂 我都听得懂 这叫音源 他是河南人 那个河南枪 重到一般台湾人听不懂 但是我听得很熟 慢慢慢慢我就开始 中午只要一有机会 我就不想进公司了 我就喜欢去那边坐 然后跟老和尚聊天 慢慢了解他 怎么来台湾 怎么修行 他现在在忙这个是做什么 学习他 他连一张卫生纸都折成四片 他折完四片剪完 我说老和尚这要干嘛 上厕所一次用一片 那些一小片 因为他说男生 不用用整张 用一片 那有一次我看他这边理头发 理完他又用一张卫生纸包起来 我说老和尚 这个丢垃圾桶就好了 他说不行 这个头发尖尖的理下来 那个虫一吃到 他就穿过胃 穿过胃 那我说那怎么办 我收集好 然后把它烧掉 才不会伤害到这个世界 我就是这样开始修行的 慢慢他就告诉我 佛法是什么 然后他很会唱诵 这个法政拉法师 可以说是我们台湾 有一半的出家人 唱诵都是他教出来的 我也是他的传人 所以我很会唱 这是我的福报 所谓很会唱 如果你本身不会唱 你老师也没用 就是你的音调什么都抓得很紧 后来我就慢慢知道 老和尚每天几点起床 两点半 Morning call 不用闹钟的 两点半起来干嘛 他就在我们这个 就像这一间这么大 他一个人在那边 阿弥陀佛 我们叫五会念佛 他就要慢慢念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不是这样念 他是拜佛华经 一字拜一拜 拜 他现在那时候 我认识他年纪比较大 他就没办法一个字一个拜 他就慢慢走路 阿弥陀佛 他说 我觉得说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一个孤独的人 可以过得这么快乐 我就问他家属的人 他说通通在大陆 他说大陆过去有结婚 但是他充军了 因为大陆那时候 专年纪人充军 后来被送到台湾 他说老伴死了 女儿还在 很久很久 女儿都会来看他一下 但是 我都说你不会想他 他说不会 想是痛苦 各位记住这样 想是痛苦 我说 所以我就慢慢了解佛法 后来他就教我吃素 那时候拿的是 红衣大师的 护生的故事 教我 然后我经常看他一个人 超经 拜佛 在那边念佛 任何人问他问题 他都很仔细回答 只是问他的不多 因为他的河南腔人家听不懂 后来我还要去做翻译 然后有一次他拿一些盐巴 我说老大上你拿盐巴那么多干嘛 洗澡 不是有肥皂我还要特别买过来 他说不用 他手艺拿出来看 他那个皮肤是细 指甲是亮的 就像你们女生擦指甲油 他说我一辈子用盐巴洗澡 而且这个盐巴洗也不会污染水 用肥皂会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古时候出家人都是用盐巴洗澡 生病的时候吃吃盐巴 这样而已 所以 那他用生活 这是我很大很大的福报 所以我那时候就好像很喜欢去 我就一有空 公司一找机会我就去 一有空我就赶快去 因为我要跟他生活在一起 每天他在那边超经 我在旁边帮他 我一研究他吃什么 他活到106岁是因为他早上只喝稀饭 加一点木树芽 没有油没有酱油 这个叫106岁 他不吃油的 他说这样就好了 就很简单 所以他就劝我吃素 那时候我还没有决心 我只是偶尔吃吃 直到我妈妈生病 我才开始认真吃素 不过那个时候我就开始 学习这种孤独的快乐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想过 后来我的太太都发觉 你最近有一点变了 怪怪的 我开始不喜欢去喝酒 不喜欢去打麻将应酬 我有一空我就坐在那边 老二上就开始给我很多书 给我看 那个长青法师 只要碰到他 他也给我书看 那时候在日本读博士的 后馆法师 大行法师 如果回来 他们也会拿很多书 跟他们的笔记给我看 特别后馆法师 给我看了很多 大制度论里面的 菩提心的这些笔记 所以 当然我今天 进到这个地方 我突然想到 慧日讲堂的种种 所以 但是对我来讲 我一辈子就在那边改变了 但是 后来会的讲堂拆掉了 但是我在那边得到了 太多太多了 但是享受孤独 思维 佛法的道理 或师父讲的道理 后来我就认识我的师父 卢旭长老 卢旭长老也是河南人 他就跟我说 有事 可以问我 如果我看经典看不懂 我就问他 结果一问 我问他一个问题 他可以给我回答三个钟头 解释得非常清楚 解释得非常清楚 这是我的福报太好了 一个小小问题 他解释得很清楚 但是我发觉 没有人在问的 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问 我看到后来 里面出家人蛮多的 很少人去问老和尚问题 所以我觉得 他有福报了 老和尚我包起来了 都我在问 法政老法师教我 放生吃素 唱诵犯败 怎么样处理生活 我的师父教我 佛陀的心态 看什么经典 其他的法师 各自表现的 非常让我敬佩 我开始学了 原来人生的快乐 我的想法不见得正确了 是建立在家庭 公司跟事业的成就 当一个男人 认为他做了很多事业 赚了很多钱 他成为世界的奴隶 名片上 一对一对 但是我的姻缘成熟了 我从一个佛教的空门里面 这些出家人的生活 找到了那种真正的快乐 我原来征服自己 当然对我来讲 我了解佛法以后 就没有欲望的问题 我一下就 很快就戒烟了 不喝酒了 不吃肉了 不应酬了 他们叫我去赌博 叫我去买漂亮衣服 他们交际应酬 很多女生 去大酒店 世界出名的酒店 去怎么样 我都觉得 跟我好像没缘 我又开始恢复 我小时候的生活 孤独 看书 我喜欢如此 当然我这样说 我很希望大家 能够经常像今天这样 自己静静的跟佛陀讲话 看着佛像 看着佛经 或是你一直念 但是你念 不要很单纯 只有其他都不想 那又不是佛教 那你等于录音机 你有口业的功德 念 他在想的 这个六道众生 六种根本烦恼 六根不清静的问题 如何脱离六道轮回的问题 如何让六道众生 同发菩提心 成佛的问题 这合起来讲 所以主师大德说 包含三藏十二部 一切咒语 包含所有过去现在 诸佛的教法 跟咒语的功德 那这些你要去思维 为什么要包含这个 所以你就 一个人在那边 一直思维 那当然思维分两种 第一种就是 静静的进化自己 第二种呢 那像我现在的思维 跟刚开始学佛又不一样 想着佛法 如何推动到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救那些 被杀的 像我昨天看报道 我现在有拜托很多居士 就说 如果你有看到好的影片 跟佛教有关系 甚至那些狗如何被杀了 你赶快传给我 因为我要去了解这个 怎么样的去帮助他们 甚至 当然现在网络上有很多 母熊带小熊 或是鸡 在疼猫 或是猫在照顾鸡 这些很好很好的 现实的 生命的感动 或是生命的苦 我都想要去了解 所以 那现在想法又不一样了 既然我已经学佛这么久了 将近三十年 我懂了很多佛法 那这些佛法 给我自己没有用 佛法的目的呢 是要能够 就像佛陀讲了 能够供养 佛法是供养众生最好的礼物 所以特别我们人类 人成即佛成 过去现在 未来诸佛 所视线人而出家而成佛 这是人超过天神 最殊胜的地方 人有感情 感情可以变慈悲 人有知识可以变智慧 人有这种意志力 可以变成 度众生成佛的愿力 所以佛陀有大智慧 大慈悲大愿力 所以有人才可以圆满这个 天道 太快乐 骄傲 他没有感情的问题 所以他也不懂了 感情如何变慈悲 天道 没有佛在说法 除了都算内愿 有弥勒菩萨在说法 所以大部分的天人 都在欲望的快乐 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什么叫欲界天呢 人间的所有欲望的快乐 他都可以满足 叫欲界天 但是他这种欲望 跟我们人间的欲望不一样 没有罪恶的 他不去伤害别人 不会搞外遇的 不会杀生的 他吃的听的音乐 这些用的东西 都是没有伤害到 其他生命的快乐 衣服呢 是从树里面自己长出来的 很漂亮的衣服 如果你升天 你十个 十个手指头 每天都戴不一样的十个戒指 而且只有你有 别人都没有 其他天神都没有 所以天人 他们都彼此在看对方 你今天戴什么戒指 然后他们都有神通 这个戒指是你在纽约 帮助一个老人 变成了一个功德 一个戒指 这个戒指 是以前 你在海里面 救了几只鱼翁 变成一个功德 这个戒指是你寄了一些钱 去给贫穷的团体 有一个戒指 所以大家都互相在随喜那个功德 而且有一种戒指是特别亮的 叫什么 供养僧人的功德 因为供养僧人 僧人清净 出家人 所以他那个戒指就像 透明再透明的钻石那种光 他们更羡慕 所以天上的神最大的功德 他就会到人间供养出家人 如果你能够供养慈戒的出家人 他不但不会堕落 还可以升更高的天 更高的天 而且每一层天的享受 都比下一层的天的享受 多百千万亿倍的享受 可是你也没办法形容的 就像一个普通的布跟最贵的布 应该这样讲吧 一个普通的石头跟最贵的这个钻石 然后那种差别 因为你怎么知道 每升一层天就不一样 所以天人他不会嫉妒 他只想升更高更高更高的天 所以叫欲界有六天 而且这六天最短的生命就九百万年 第二层天各位都会被三千六百万年 第三层天叫夜魔天 不用太养育